題目給你聽 這是我段考前最後一次講 然後我會很仔細的講一次 然後我跟你說這是標準的定番 考試OAS一定會考一題類似這種題目 來請看到我們上一張平時考的第一題 這個第一題你一定要會做喔 他說空間中有一個正綠方體 好可愛 好啦好啦 夾他閉起來了喔 OK A AB為鎖在邊的終點喔 A點在哪裡 A點在這裡 然後V點在 V點是在這邊對不對 但是有些同學好像有點眼長是不是 看錯 V點在這邊 再來C點是在底面正方形的中心 這個是C點 正綠方體每一邊的長度都是多少 都是4嘛 每一邊長度都是4 然後他要求cos角ABC 所以這一題怎麼做 把AV連起來 AC連起來 好啦 角ABC所以同學問你 是不是要找這個角度 cos一直對吧 來這個叫做θ 好啦 閉嘴閉嘴 對這個題目要求 我們上去ZTA對不對 來這個我還你 來請問同學 這個題目怎麼做 我們個人的天意啦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考慮先把這個圖形 什麼畫 座標畫 座標畫 來 很近啦 這個 大家都很累了 來這個Z軸 來這X軸 這個是Y軸 我看誰講話 我來問問你啊 我問張江好了 是張江在講話 張江啊 我問你A點的座標是誰 他每邊長度是4啊 所以A點座標是誰 402 402 很好 來同學應該看得出來吧 402 對不對 對嗎 從雲點出發 往前四個單位 往上兩個單位 因為這個是什麼點 終點吧 來 一樣是張江好了 這個V點的座標是多少 002 蛤 沒有 你在講002我就把你 要歐白講 來V點座標是多少 真的假的 424 蛤 424 4是什麼 420 420 M4是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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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想一下喔 V點座標喔 V點座標 為什麼會有人看成002 這有點 沒事 好 來 欸我問你那C點座標呢 220 你們應該都會寫出來嘛 220 對不對 好 欸 寫出這三個點的座標不會很難 那現在請所有同學告訴我 這個題目 接下來你的做法應該有幾種 應該有兩種 來我跟你說喔 方法一 欸 欸寫上去喔 MVP HOD MASER1 我是不是又聽到有人在聊天喔 來告訴我第一個方法是什麼 請問你喔 三個點的座標都知道呢 能不能認兩點去求長度 可不可以 所以 AV長度可不可以算 VC長度可不可以算 AC長度可不可以算 可以算的話 來我問你 AV長度 來算一下這個是多少 欸 算長度你應該會吧 兩點相減平方 開更號嘛 AV長度 我們班要慢慢寫嗎 呃 算了我還是慢慢寫 四減四 來 四減四 平方 再加上這個是二減零 平方 再加上這個是四減二 平方 重壓相減 平方強壓 再開更號 來同學你告訴我 AV線段長度是多少壓 這應該知道啊 多少是多少 更號幾 更號8 這什麼問題 這沒有問題嘛 來 我可不可以再算 呃 AC線段長度 肯定是行的啊 對不對 我自己寫小一點 但是你應該看得到 來 AC線段長度 這個誰不會算 這連那個束縫V的都會算 齁 重壓相減 來 四減二好了 來 四減二 平方相加 再開更號 來我看一下 零減二 零減二 平方 再加這個是二減零 平方 來 告訴我 這個長度是更號幾 根號多少 講出來啊 根號多少 十啊 對啊 根號十二啊 來 然後還有一個 什麼東西 VC線段長度 我就是要算這三段長度 來 VC線段長度 來我們看一下 A 四減二 平方 加上 來這個是誰 二減二平方 再加上 四減零 平方 來請問你 這個是更號多少 十六嘛 來加四 來更號二十 請問你喔 同學你知道為什麼 我要算這三段長度嗎 有一個定理 當你知道三角形的三邊長 要求cosθ的時候 請問你 什麼定理要登場了 魚拳定理啊 所以這個題目 能不能用魚拳做 可以嘛 我們上課不是講過 用魚拳做肯定是行的 來 魚拳定理叫做兩倍的夾邊成績 兩倍的夾邊 A B B C 對不對 所以是更號八 更號二十 分之夾邊平方合 更號八的平方 加更號二十的平方 減掉對邊 來對邊是誰 是AC嘛 對邊的平方 所以是更號十二的平方 這種東西就是 每個高中生誰不會魚拳定理啊 來我們這裡稍微算一下 這一題答案就伏之欲出啊 上面這裡是二十八嘛 二十八-十二是多少 十六 下面這裡是 這是二根號 沒關係我慢慢寫 我怕有些人不太會做這個東西 來這是二根號多少 一百六 沒有 所以這個出來是 這個二根十六 我們可以先約掉 這個是八對不對 根號一百六開出來是誰 四根號十 四根號十啊 所以這個是八 沒有錯吧 我應該都沒寫錯啊 然後四根八再約 這個是二 再做有理化 有理化上下同成多少 更號十 幫你當小朋友教對不對 好來 就是清楚嘛 所以來分母是誰 分母是十 阿上面是二根號十 喔 也還好吧對不對 阿二根十再約掉 所以來 這一題答案肯定是多少 五分之 中號十 中號十 對不對 余璇電體絕對是你的好朋友阿 肯定是可以的嘛對不對 好 但有些人不喜歡余璇 來我們來第二個方法 method 2 我說過 這個這種題目當考如果不考 我要做什麼事情 裸分 我裸分喔 好不好 他一定會考的 不可能不考好不好 雞排到處都有阿 你有看過我的邏輯嗎 嘿嘿嘿 我肯定是沒有阿 哈哈哈哈 加油 好啦好啦 寧可吃雞排 天啊我這樣比不上泰克之流的東西 看這邊喔 請問你這個Sita 第二個你猜我要怎麼做 我要用項量內積做阿 這個Sita是哪一個項量 是VA項量 你把箭頭裝上去 這本來是一個線段對不對 你把箭頭裝上去 它就變成一個什麼 項量 對吧 我這樣講 所以來 箭頭的方向要裝對喔 有你這個Sita是哪兩個項量的角角 VA跟VC 所以你這邊就要寫清楚 這個Sita是VA項量與VC項量的什麼東西 到夾角 你知道學生最常出現什麼問題 這邊有人寫AV啦 有人寫CV啦 有人寫VC啦 那麼歐北線啊 最後算出來答案 有時候猜一個符號 有時候長度也不太會算 內積也不會算 出來的亂七八糟 我都不知道到底怎樣 你那個箭頭一定要裝對位置喔 VA跟VC 箭頭打開 箭頭嘛 這是箭等尾巴對不對 箭尾要重疊 張開的角度叫做兩項量夾角 怎麼算兩項量夾角 用定義算啊 什麼叫定義 VA項量 DOTVC項量 來請問你 根據定義它是誰 它是VA項量的長度 再乘上VC項量的長度 再乘上什麼 CVT 你看CVT是不是在這邊 對啊 啊帶進去就有答案了喔 喔來 那VA項量是誰 我們算一下喔 VA項量 後面減前面喔 A 0 後面減前面 來0減2 負2 來 2減4 負2 DOT 來 VC項量 後面減前面 2減4 負2 然後 2減2 0 0減4 負4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VA項量的長度 減2 安靜啊 欸 向量的長度是分量平方核開什麼 號 分號 算一算 我請出來 來0的平方 加負2的平方 再加負2的平方 聽不懂 啊得消耳請測嘛 然後再來 向量的長度 分量平方核開分號 來負2的平方 加零的平方 加零的平方 你如果沒有把握喔 就不要心算 你們心算的力氣很差 你知道嗎 再次能這樣 口上一次一套 對 內積喔 是內部坐標的成績 XXYYDD對不對 來0乘負2是多套 0 負2乘0 0 負2乘負4 所以是多套 8 8會等於 來這是更號幾 8 更號8 再乘上 這個是更號20 然後這是cos 什麼 θ 你看 都送的啊 然後這個除過來就好啊 所以cosθ 就會變成 來8 再除以 來這是更號8 這是更號20 請問你跟你剛才這邊算出來 結果有沒有一樣 一定是一樣的啊 對不對我們 應該不用再run一次這個過程喔 這個算出來答案一樣是多少 5分之更號10 我第一次動口改考卷喔 像這種題目喔 如果書在計算 我再看到我同學亂行 我就會生氣喔 你最好現在就注意一下喔 他如果書在填充體或計算體喔 尤其是計算體喔 尤其是計算體喔 你說黑白色你就知道了喔 我跟你說 我會建議你把圖形坐標化 啊你說老師我不用坐標化也可以喔 那隨便你你爽就好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不用坐標化你也可以看出長度嘛 對吧 可以用語權定理 或者向量內積 殊途同歸喔 前方問題 好了安靜安靜 那我現在要進入我們的 課本進度喔 來趕快把課本打開 我們進度已經落後了喔 我們班上次交到哪裡 49頁嗎 來翻到49頁 正攝影的公司我有沒有推了 有阿 有推給你們看嘛 49頁我們來看下面那個隨堂練習 這個隨堂練習 上學期也有喔 給他兩個站好了 正教化過程喔 A項量 我抄一下題目喔 叫做344 來B項量叫做誰 B項量叫做212 他說我現在要把A項量做分解 把它分解成一個叫U項量的傢伙 再加上一個叫B項量的傢伙 可以嗎 這叫正教化分解 分解出來的這兩個項量喔 是互相垂直的 這叫正教化分解喔 當然高中不談這麼多 他只跟你說 欸這個A項量喔 要分解成兩個項量的合成 其中呢這個U項量 我希望他可以怎麼樣 跟B項量是平行 那這個B項量 要跟B項量怎麼樣 垂直 那請問你 這個U跟B這兩個項量是誰 靠這邊啊 畫圖就好啦 高中數學很簡單 欸畫個圖給你看 來閉嘴閉嘴 這個是A項量 來這個是B項量 你畫出來啊 當然你說我自己圖隨便畫 對我隨便畫 因為這只是幫助我思考而已嘛 對不對 現在要做什麼事你知道嗎 要把A項量拆開 來其中一個項量 要跟V項量平行 另外一個要跟V項量垂直 所以這時候你就要做一件事情 從這邊做一個什麼線下來 做一個垂線下來 對不對 然後你就發現啦 這個東西喔 來太直觀啦 這裡 有一個紅色的項量 來你把這個鏡頭裝上去 這是紅色的項量 然後這裡有一個黃色的項量 我現在問同學一件事情 你看這是不是太簡單了 這個A項量是不是紅色項量加黃色項量 對 紅色項量跟V項量是什麼關係 平行 黃色的項量跟V項量是什麼 垂直 那不就結束了嗎 好那我問你喔 這個紅色的項量 就是A項量在V項量上的什麼東西 正色語啦 對不對 所以我想這個題目太簡單了 來 我們先把這個U項量找出來 這個U項量 它是V項量的伸縮對不對 來這攝影公司直接帶進去 它是V項量的伸縮 我以前念書高中都這樣念 它是V項量去做伸縮嘛 這裡寫V項量 前面的下面就寫什麼 V項量長度的什麼 平方 上面就寫這兩個項量的什麼積 內積 這就是正色語公司喔 但是我會推喔 我會推喔 我這公司我每個都會推 只是說 我是這樣寄 你這裡寫哆啦A夢 這裡就是哆啦A夢長度平方 你這裡寫Hello Kitty 這裡叫Hello Kitty長度平方 你這裡是天主屬車車 這裡就是天主屬車車平方 你懂嗎 你這裡寫什麼 這裡就什麼長度的平方 就這樣 上面就是內積 V You know 再加上V項量 好 接下來就代公式時間啊 這誰不會啊 來我們來看一下 A.V 你們班到底是可以快還是可以難 我有時候搞不清楚 A項量叫344對不對 好 我們直接做內積好了 來3乘2 然後再來是4乘1 再來是4乘2 對吧 內積你會嗎 那下面是V項量長度的平方 所以它是2的平方 加1的平方 再加2的平方 欸為什麼我沒有開更號 長度不是要開更號嗎 啊我平方啊 更號就拿掉了啊 對不對 更號就不要寫了啊 來 那V項量是誰 就再超一次嘛 212嘛 好 再加上這個V項量 會等於 來這個叫A項量 那我們就來算一下吧 欸 這個已經算了 這是4 這是4 加起來 這是多少 這是9 然後上面是多少 6 6加10 6加4 18 喔 水喔 然後這裡是212 再加V項量 再加V項量 好 那這個9分之18就是2嘛 乘進去 所以這裡是多少 424 好啦 來喔 我告訴你 這一題結束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請問你A項量是誰 A項量叫做344對不對 來 我問你 4加多少 會變成3 -1啊 2加多少 會變成4 2啊 4加多少 會變成4 那不就0嗎 所以你看 這U項量跟V項量 一下就寫出來了 欸 這要快喔 所以U項量是誰 U項量就是424 RV項量是誰 -120 這個 差不多跟上學期一樣 一模一樣喔 沒什麼好說的 好啦 趕快帶過去喔 就這樣喔 就這樣 這叫鎮膠化過程喔 欸看一下看一下 沒有問題喔 那我們這攝影就 複習到這邊喔 接下來要講科西不等事喔 來 這個是你姐幫我拍這邊 科西比較麻煩喔 因為科西比較麻煩 唉 你搬到五十頁 來請你搬到後面來 這裡速度要稍微再放慢一點 五十頁喔 標題幫我寫一下 等一下我寫的東西 你可能要抽在課本上 領領大名的 科西不等字 高中數學叫的出名字 不等於是只有兩個 一個是科西 另外一個是誰 算幾 所以你看考試 他們考的都是這幾套而已對不對 科西不等是 來我們現在在三度空間 來這裡有個A項量 A項量 A1 A2 A3 A1 A2 A3 OK 然後 V項量 叫做 V1 V2 V3 OK 科西不等字 科西不等字 他有兩種不同的表達形式喔 一種是幾何的 一種是代數 我先等你喔 我們等一下喔 來復習一下 高二上學過的科西不等字喔 幾何形式怎麼解 科西不等字喔 A向量的長度 乘上V向量的長度 一定會怎麼樣 長度相乘一定會怎麼樣 大於或等於內積的什麼值 絕對值啊 A向量 大的V向量 頂頂大名的科西不等字 就是他 寫上去嘛 你忘記了嗎 長度相乘一定會大於或等於內積的絕對值喔 我需要寫中文給你看 寫中文就是 寫中文就是 長度相乘 好 好 長度相乘 一定會大於或等於內積的什麼值 絕對值 好 點頂大名的科西不等字就是他 數位的同學要為證明 來我們來證明一下科西不等字吧 欸 你不要以為說就叫你背起來而已喔 沒有這回事喔 來科西不等字的證明 從哪裡開始出發呢 從這裡開始出發 來 A向量大可B向量 跟著我寫喔 就從內積的定義開始出發 請問你A大可B是誰 是代表A向量的什麼 長度 再乘上什麼 B向量長度 再乘上什麼 科西斯塔 水啦 來寫上去喔 對吧 他這裡有掛絕對值 欸 讓我們來掛個絕對值吧 來這裡掛絕對值 絕對值對吧 所以這裡是不是要掛絕對值 可是你知道 A向量長度在掛絕對值 好像有一點多餘嘛 對不對 對吧 那這個掛絕對值也多餘 所以這邊就怎麼樣 只有後面要掛絕對值的B 欸 這個好在做什麼嗎 可以嗎 是不是這樣子 來 那現在再問同學一件事情喔 欸 我們在學三角函數的時候 請問你 cosθ 它的範圍在誰跟誰之間 呃 cosθ咩 oh θ cosθ最大最大是多少 1 最小最小是多少 負1 對不對 他在正負1之間 那麼請問你喔 我掛了絕對值之後 cosθ的絕對值 它一定會怎麼樣 小於等於1 欸我這樣寫 你可以接受嗎 對吧 那可以接受的話 那其實也差不多結束了 我們在這個不等式的左右兩邊 同時乘上A向量的長度 還有B向量的長度 仔細聽喔 然後這裡乘上A向量的長度 B向量的長度 對嘛 不等式的方向不會變嘛 因為A向量跟B向量長度 都大於等於0 這個不等式方向不會變 所以同學你看我這裡喔 A長度乘B長度乘cosθ的絕對值 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會小於或等於A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什麼 B向量的長度 再乘以1嘛 對不對 正完了嗎 正完了 柯西夫等式 長度相乘 一定會大於等於內積怎麼樣 絕對值 柯西夫等式 欸證明寫上去喔 給你30秒寫一下證明快點 哇喔 欸會證嗎 我們會建議同學喔 你在記的時候要記這個東西 長度相乘會大於等於內積的絕對值 這就是鼎鼎大名的柯西夫等式 好不好 那柯西夫等式的代數結構 它如果用代數形式來寫的話 要怎麼寫呢 很簡單 來那個同學你看我這邊 長度嘛 來問你A向量長度是誰 你說啊 A向量長度是誰 我們就用坐標來寫 就叫代數形式 A向量長度是誰 分量平方合開什麼話 正號 所以是A1平方 加A2平方 加A3平方 對不對 這是不是A向量長度 B向量長度呢 來 根號一下 分量平方合開根號 來 V1平方 加V2平方 加V3平方 這樣寫可以齁 一定會大於等於 來 內積的什麼值 絕對值 這兩個向量座內積 A1 V1 來加上Y座標相乘 A2 V2 再加上Z座標相乘 A3 V3 你看 我把柯西不等的是 用座標把它寫出來 這個叫做它的代數結構 可是我看這個根號很不爽 我就不喜歡根號 所以我可以做一件什麼事情 把這個根號拿掉 大家一起平方嘛 對不對 大家一起平方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會看到 課本上 常見的 科西不等式的另外一種寫法 他就這樣寫喔 平方 加平方 再加平方 乘以來 平方 加平方 再加平方 一定會大於等於 兩兩相乘 再相加的完全平方 科西不等式的代數 表達形式就是這樣 長度的平方 乘以長度的平方 一定會大於等於 內積的完全平方 還記得喔 長度的平方 長度的平方 乘以長度的平方 一定會大於等於 內積的完全平方 對不對 科西不等式嘛 長度相乘大於等於內積的絕對值啊 兩邊平方 是不是變長度平方乘長度平方 大於等於內積完全平方 科西不等式 就是這麼樸實無華這樣可以嗎 我們很快的複習一下喔 有沒有問題啊 接下來我要講一個重要的東西 來這個東西 還是要複習一下 寫一個Key 把這個Key寫上去 科西不等式 等號成立的證明 哎呀 來 同學你仔細聽喔 科西不等式 等號什麼時候會成立啊 哎我問你喔 科西不等式 什麼時候 左邊跟右邊會相等啊 來看我這邊啊 等號成立的證明 我在這裡一次給你看啊 雖然我高校上證過對不對 等號成立的時候代表 來A向量的長度 乘上B向量的長度 要怎麼樣 要等於A.V的什麼值 絕對值嘛 我這樣寫你有沒有意見 這要等號成立對不對 好 然後呢接下來 我這個是雙箭頭 來看我這邊喔 雙箭頭 這個是A向量的長度 乘上B向量的長度 來會等於 A.V是代表A向量的長度 乘上B向量的長度 再乘上cosθ對不對 可是我外面又過來一個絕對值 所以這邊會變成cosθ的什麼東西 絕對值 這樣可以嗎 寫到這邊可不可以接受 對吧 A.V嘛 不是A長度乘B長度乘cosθ嗎 我這裡掛了絕對值 所以cos要跟著掛絕對值 這樣寫可以對不對 然後再來 同學你再看我這邊喔 接下來雙箭頭 我們把它移向 移過來之後 我們可以把誰提出來 可以把A向量的長度 還有B向量的長度把它提出來 提出來之後你告訴我 括號裡面是誰 E減掉cosθ絕對值 來 這個東西要等於多少 0 來 行不行啊 我這個擦掉 我這堂課要把這個講完喔 講完我們等一下還是有個小小測驗喔 來你仔細聽喔 看我這邊 求你三個相乘等於0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乘這個乘這個等於0 代表說 A向量長度怎麼樣 等於0 或 對或B向量長度 等於0 或者是怎麼樣 cosθ的絕對值等於多少 等於1 我們高度上是這樣教 我不太確定啦 因為我忘記我那時候是怎麼講 來那我現在問你喔 A向量長度是0 那就代表 我寫一下喔 A向量長度是0 就代表 這個A向量是什麼向量 什麼向量的長度會是0 0向量嗎 那Cosθ的絕對值是1 那就代表Cosθ會等於什麼 正負1 那Cosθ如果等於正負1 那θ有兩種情況 你告訴我是哪兩種情況 Cosθ等於1代表 兩個向量是夾角幾度 0度 0度 那如果是負1呢 180度 兩個向量夾角0度或180度 請問你兩個向量什麼時候夾角會是0度 這兩個向量長什麼樣子 平行 平行 而且方向怎麼樣 相反 是相同吧 是這種情況對不對 對吧 好 那如果是180度 那代表這兩個向量是什麼 平行 方向怎麼樣 相反 所以這個時候你就知道這件事 來你仔細聽喔 像這種情況 Cosθ等於正負1的話 那就代表說 A向量跟B向量 來代表 A向量跟B向量是什麼關係 是平行的關係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課本喔 我這邊把課本講的東西 就是 他雖然沒有在證 因為他可能覺得高度上有講過 來我們看一下 50頁下面的科系不等式 來你仔細看喔 那個睡覺的叫要起床 不要再睡了 叫要起來 蠻可能 科系不等式 來看一下那個綠色的空框 向量形式 對於空間中任意兩個向量 我們一定有下面這個不等式 長度乘長度一定會大於等於內積的絕對值 有沒有看到那個綠色空框裡面 對吧 長度相乘一定大於等於內積絕對值 來他直接告訴你這叫科系不等式 而且等號成立於什麼時候呢 整句話畫起來 什麼時候科系不等式等號會成立 什麼時候左邊跟右邊會相等 什麼情況 來你看喔 他寫A向量平行B向量 或者是A向量跟B向量怎麼樣 有一個是0向量的時候 等號是不是會成立 這樣有沒有清楚 有吧 科系不等式等號什麼時候會成立 這兩個向量平行 或者這兩個向量有一個是0向量 等號都會成立 你看課本寫得這麼清楚 我有證給你看喔 你看我認證都很清楚對不對 好 最後我再講個東西 來那個同學你看到這邊 如果我們這兩個向量都沒有出現0向量的話 請問你兩個向量平行 那是不是代表說A向量可以寫成T倍的什麼東西 V向量 那A向量是誰 A1 A2 A3 可以寫成T倍的V向量叫做V1 V2 V3 我們高位上有講過 來我問你喔 這個如果你把它打開 你告訴我A1是誰 T倍的V1 那A2是誰 T倍的V2 那A3呢 T倍的V3 兩個向量平行會怎麼樣 請問你 A1比上A2 再比上A3 一定會等於什麼東西 V1 V1 比上V2 再比上V3 兩個向量平行 他們伸縮的關係嘛 所以是不是分量乘比例 A1是不是V1乘T倍 A2是不是V2乘T倍 A3是不是V3乘T倍 所以A1比A2比A3 是不是等於V1比V2比V3 知道我的意思嗎 兩個向量平行分量乘比例嘛 這個我們都已經講到不想講了對不對 好 看一下科系不等事件 再幫你呼吸到這邊 該講的都有講喔 有沒有漏掉什麼觀念的 有沒有什麼不懂的你說 我可以考科系的證明喔 可以嗎 可以喔 沒有 我們不在乎考卷誰出的嘛 你作為一個高中生 科系不等事 你這個證明也不夠才 就這樣結束了不是嗎 A到V對不對 掛絕對值 說明一下 cosθ的絕對值會小於等於1 兩邊同乘A長度B長度對不對 不就馬上得到科系不等事了 一行的證明而已 然後如果你用座標去寫 就會寫成那種平方相加對不對 就是平方加平方乘以平方加平方會大於等於兩兩相乘再相加完全平方 可惜高中就是這麼簡單而已嘛 好 我們還有時間做什麼 考試10分鐘 剩下一剩幾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喔 知靈姐 你還行嗎 知靈姐這件好像說我考太難了 我現在看我今天把我考解難一點 沒有 我沒有 知靈姐謝謝 先這樣 等一下